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十七十八章主要就是在讲这个对大淫妇大巴比伦臣 他的一个审判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一到十六章到底说了什么 免得我们现在到十八章前面都忘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顾的图 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向约翰来显现 并且向他启示这个启示录 约翰这是一个秘书把他记下来 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看见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 美丽他们在逼迫跟诱惑试探当中成为得胜者 也希望能够成为末日的教会他们的榜样 而到第十章第五章就谈到只有耶稣配得揭开 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末日的书卷 因为只有他是得胜没有犯罪的 他才有资格担任神国的一个执行者 第六章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揭开一到六印 来定罪这个世界 其实七印就是上帝要审判毁灭这个世界的七个理由 然后来到第七章 六印揭开之后没有立刻揭开第七印 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个插曲 原因就是耶稣要特别的安慰在末日的这些受苦的得胜者 甚至是殉道者 鼓励他们要靠主得胜 然后呢就第八章第九章就回到正题 终于把第七印揭开之后 人类还是不悔改 所以呢上帝就让这个天使 吹响一到六号的审判 那一到六号审判里面 其实就加重了 这个之前七印的这些灾祸 所以是人类作恶所产生的人祸 加上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严重的天灾 再加上人类不悔改 反而是更紧密去崇拜偶像跟魔鬼 上帝就任凭这些魔鬼的鬼灾 再给击打这些不悔改的恶人 然后来到这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 又再次回到插曲 所谓的插曲就是 这个六号已经吹了 但第七号还没有吹 中间耶稣就有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是来 耶稣要呼召末日的这个得胜者 让他们成为末日的先知 末日的见证人 能够积极向这个世界不悔改的人 来传福音跟做见证 这个插曲继续延伸到十二章十三章 主要是告诉我们说 在末日的时候 除了这个得胜者 继续勇敢做见证 即便被逼迫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假的三位一体 就是这个魔鬼 敌基督还有假先知 他们用天大的谎言 来迷惑世人 让他们拒绝上帝的救恩 也拒绝上帝末日审判的信息 然后进一步强烈的来逼迫圣徒 逼迫教会 然后呢就回到第十四章 这边让我们看见 在这个末日的教会 如此的依靠神 做见证 被逼迫 而末日的假三位一体 如此的迷惑世人 逼迫教会的时候 耶稣的态度是什么 实际上告诉我们 耶稣的态度就是 他在倒下 最后的这个七晚的 末日的审判之前 他最后希望让地上 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啊 这个就回到第十五章 到第十六章 就回到正题了 插曲就先结束了 终于要预备 并且倒下 最后最后七晚的审判 然后就来到 这个七晚的审判 倒下去之后 十七章十八章 就是让我们 镜头拉近一点 要让我们看这个 巴比伦大影妇的结局 其实就是审判人类 这个光鲜亮丽的文明背后 丑陋的真面目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节到第四节 启示录第十八章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帝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沉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增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谐音大怒地就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我的名呐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第一节时候我看见 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就是说在十七章的时候 约翰已经明白了 这个受他幕后发展的奥秘 和他的最后的结局 以及这个大淫妇 巴比伦 他的一个最后的悲惨的结局 那十八章 这边就说 约翰又看见 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做什么呢 这时候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这让我们想起 这个以西节书里面 上帝愿意把他的荣耀 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与他的百姓同在 之前会先做拆毁 会先做洁净的工作 那既然地上 这个大巴比伦城 就是说 这个人类 这个文化的 这个美丽的外衣 被脱掉之后 里面他丑陋的本质是什么 被上帝审判了 被上帝揭露了 甚至连那个受 更用这个暴力 要来解决 世界上问题的这些恶人 他们也不想再吃 大巴比伦城这一套 就是什么 高度的发展 人类的这种自恋 自我实现 自我成就的这种文明 来吸引全世界人类 跟从这种思想 甚至他们还天真的认为 人类的自我实现 不要忘记 巴比伦就是巴别 巴别塔的巴别 他们天真的认为 人类可以用各样的诡诈 然后来逃过上帝的审判 也甚至能够来操弄魔鬼的能力 好让他们可以完全的 进行自我实现 自我发展的这种 自恋的文化模式 结果上帝 把这个美丽的假面具 把它拆掉了 魔鬼也不吃这一套 说你想控制我 没有 我反过来 要吃你的肉 把你烧得干净 魔鬼只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用暴力解决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地呢 已经被上帝审判 捷径了 那这个地呢 就要重新被上帝建立 一个新的东西 建立一个新的城 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 从天而降的新 耶路撒冷的圣城 那在这个之前 是耶稣基督 要先来在地上 建立 他自己说 这个 亲自来做王 与众圣徒 一起来做王的 千年的国度 这个我们在 二十章会看见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 上帝结进这个地上之后 上帝的荣耀 要重新回到 这个地上 所以地就因 他的荣耀而发光 那他就大声喊的说 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这个在之前 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了 那这一次是宣告说 真的已经完全倾倒了 并且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 污秽之灵的巢穴 巢穴 可以叫做监狱 也就是说 所谓的大巴比伦城 所代表的人类的 文明的神话 已经彻底的毁灭了 现在呢 他是鬼魔的住处 甚至是成为各种 污秽的邪灵的监狱 因为 这个他已经被上帝审判 然后魔鬼 也是不吃这一套了 魔鬼就赤裸裸的 让这个被毁灭的大巴比伦 成为邪灵跟暴力 的一个猖狂横行的地方 然后呢 并各样这个污秽 可证之雀鸟的巢穴 污秽可证之雀鸟 指的就是专门吃那些腐烂尸体的鸟 这个在第十九章就会出现 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不仅已经 之前已经审判了大巴比伦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还要在哈米吉多顿 把这些想用暴力 来跟上帝决一实战的 这些反叛的魔鬼的力量 邪灵的力量 还有人类力量 一次把他消灭在哈米吉多顿 所以到时候 有更多的这些专门吃尸体的鸟 会聚集 不仅是聚集在巴比伦 也聚集在哈米吉多顿 再来因为列国 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 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 与他行营 地上的客商 因他的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这边就在讲说 为什么上帝要来审判 大巴比伦臣 因为首先 他迷惑了列国 他让地上的万国 都以他为榜样 以他为时尚 以他为成功的典范 然后来喝他这个 邪淫的酒 然后让大家都来 不敬拜上帝 只敬拜各种的偶像 只敬拜兽 只敬拜龙 所以这个就是大巴比伦臣 做了最坏的带头的榜样 所以他被审判 然后呢 这个地上很多的 做生意的客商 所以说他不是属于 大巴比伦臣的人 他是客人 但他是国际的企业家 大商人 他们也因为 跟这个大巴比伦臣 的人合作 所以怎么样 他们也发大财了 因为大巴比伦臣 奢华太过 他才太富有 他掌握了全世界的经济 政治 这些权术 都在他的手中 所以各国的这个客商 跨国的企业家 大商人 金字塔 金字塔顶端的这些金融家 企业家 科技家 都完全照着大巴比伦的 所带领的风向 所做的决策 完全跟他们走 就有好日子过了 就可以发大财了 所以这个是巴比伦 被审判的原因 第四节 我又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名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大巴比伦臣 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摘扬 这是神给 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 你是否也羡慕向往 大巴比伦臣的这种成功 荣华富贵 玩弄权术 玩弄神 玩弄鬼 然后呢 又带领全世界的人 走进这个风向 打造一种完全自我重心 自我实现 自我迷恋的这一种 人类的文明 你也乐在其中 跟随在其中 神就要请父大巴比伦了 真正属于神的人 你要醒一醒 你要赶快逃离 这个大巴比伦城 因为他就要倾倒了 你再逃不出来 或者不愿意逃出来 你就会 也一起陪葬在里面 这让我们想到谁 索多玛 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 要倾倒之前 因为上帝用天火 焚烧索多玛 上帝特别派的天使 去索多玛里面 叫罗德全家出来 因为上帝要请父那个城 但是呢 罗德的太太 她不听天使的话 虽然逃出那个城 哎呀 使不得啊 天使说绝对不能回头看 回头看你也会灭亡 当上帝在审判 索多玛的时候 哎呀 那个罗德太太 舍不得索多玛 你留恋索多玛 回头一看 结果怎么样 就变成岩柱 岩巴的那个 结晶的岩柱 就一同被毁灭了 所以是提醒弟兄姐妹 上帝要重新来 结晶这个土地 结晶我们的思想观念 因此你的心 是不是常常 听众在大巴比伦的 思想里面呢 赶快出来吧 这是神来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继续来读 第五节到第八节 因她的罪恶滔天 她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她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她 按她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她 用她调酒的杯 加倍地调给她喝 她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 因她心里说 我做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她的灾央 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 大有能力 第五节 因为大巴比伦成 她的罪恶滔天 她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所以代表是 这个像索多玛一样 罪恶滔天 那时候上帝就是这样 跟亚伯拉安讲 索多玛恶摩拉 罪恶滔天 生亡于我 我现在就要毁灭她 她怎么样对待人 也要 现在也要怎么样被对待 按她所行的 而且还加倍的报应她 用她调酒的杯 加倍的喝 她曾经调酒给别人 喝的那种酒 上帝要加倍的 调给她喝 代表神怎么样 她这个 加倍的审判 要临到 这个把 全世界的人 都带进去 她邪淫之酒 一起醉倒的 这些 把大巴比伦城的系统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一种文化 神要彻底的审判她 加倍的 要来审判她 第七节 她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 叫她照常 来痛苦悲哀 重点来了 所谓的这个 大巴比伦 大淫妇 历史上很多时候 喜欢贴标签说 谁就是大淫妇 宗教改革的时候 马丁路德说 天主教教皇 是大淫妇 天主教说 马丁路德 是大淫妇 然后后来 在历史里面 很多人就会说 谁就是那个 大淫妇 谁就是那个 大淫妇 巴比伦 其实真正的大淫妇 根本还没有来 所以不要随便贴标签 那大淫妇 他怎么去被辨识 基本上他就是一种 人类的一种 自恋的文化 自我中心 其实就是在 异典园里面 亚当夏娃之所以 会背叛神 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 不想甩神说什么 也不想 这个被魔鬼 怎么样来控制 他就是自己 要决定一切 自我中心 自恋的一种文化 所以大巴比伦 成的人 自己很聪明 他们可以先利用 兽 来替他们挡住 上帝的审判 跟羔羊的愤怒 第二个 他们在操控兽 让兽听他们的话 被人类所运用 人想利用鬼 就是讲这么摆 就是这样子 然后人 这个大巴比伦 成的人觉得 自己这招很管用 然后在吸引 全世界的人 跟着他们一起来 建造这种巴别塔 因为巴别伦就是巴别 一种通天的巴别塔 自己要像神一样 来创造自己的文明 彰显自己 让自己的名号 流传于全世界 流传于天下 这是一种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自己 所以也当叫他照样 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而我做了皇后的位 我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我的决绝不会是寡妇 不会是悲哀 这是出自于 以赛亚书47章 7到8集里面 以赛亚之前早就已经 用这段经文审判了 巴比伦 那这样的一个经文 在末日的 属寿的那个巴比伦 也会再次的应验 他真的成为寡妇 他这也是骄傲 认为这也是皇后 什么都掌管在里面 皇后而不是国王 这很有意思 因为国王是那个寿 但他认为他这个皇后 是可以操弄 那个寿的那个皇后 好像上帝很笨 魔鬼也很笨 我最聪明 我玩弄他们 但最后得到最大利益的是 我没有 第八节 所以在一天之内 就当上帝的审判 临到的时候 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央要一起来到 他所有当受的审判 就是有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 大有能力 这也是应验了 以赛亚书47章第九节 对巴比伦的审判 所以这个 巴比伦城最后的结局 就是这个 自我迷恋的人类 自我实现的文化 眼中 目中无神 也目中无鬼 的这种人类的文明 最后就在于 邪恶帝国的内战里面 再加上从上帝 天上来的审判里面 彻底的灭亡 彻底的被摧毁 我们真的是要 引以为鉴 不要停留在大巴比伦 这个城市的思维里面 要出来 等候神 然后呢 迎接 耶稣基督的国地 国度 在世界上建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末日里面 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心的人 有属灵真正的眼光 特别主 你提醒我们 绝对不能 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或是做一个 人格分裂的基督徒 来教会时候是圣徒 但平日却是在 大巴比伦的世界里面 主啊 趋之若无 希望能够像 大巴比伦一样 如此的成功 呼风唤誉 掌握世界的权势 主啊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的心 看得懂 你所说的 大巴比伦 城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自恋 还有他们的胯口 以及他们最后 可悲的结局 主让我们逃离 大巴比伦城的咒诅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靠着你做得胜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